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处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 讲到他们是需要靠着信心的 讲到他们要靠信心的 讲到靠律法是不能称义的 讲到靠律法是不能称义的 讲到律法 肉体 信心的问题 讲到律法 信心 肉体的问题 进到第九章 他把这个主题再放得更大一点 来到第九章 他把这个问题再放大一点 就是那么 那以色列人存在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以色列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既然是靠着人的信心才能称义 那以色列人 为什么他们会存在呢 既然靠信心才可以得救 那以色列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所以我把第九章叫做 神有简选 人要信心 第九章我定他的题目是 神有简选 神有简选 人要信心 人有信心 好 第一节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一开始他就说 好 这里就面对一个问题 这里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保罗他是在跟罗马人 罗马的教会来讲关于救恩 保罗是跟罗马来到罗马的人 去讲救恩的问题 那么讲到后来就一转就是说 那以色列人怎么办 一转 话风一转 就问以色列人那样怎样呢 那这里就说 其实以色列是他所爱的 以色列是他所爱的 因为保罗自己都是以色列人 因为保罗自己都是以色列人 而且以色列他承载了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诸约律法立以应许 因为以色列人承载了神的荣耀 诸约律法立以应许 应许 就是神检选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 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人身上 神的同在跟以色列人 就是这些都在他们身上的 一切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OK 那神检选他们 可是现在看起来以色列王国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王国 就是在保罗的那个年代里面 在保罗的年代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神的话落空了 那是不是就代表了神的话落空呢 神检选以色列人 可是以色列王国了 神检选以色列人 但是以色列却是亡国 第六节要谈的问题 第六节要谈的问题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从一个检选的角度来去处理 所以现在保罗就从一个检选的角度 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其实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就是说从以色列人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其实这句话有一点吊诡 其实这句话都有点吊诡 但是他用这句话呢 来去带出这整个的 应该说 他从后面的推演 来讲出这句话的结论 他用后面的推论 来去讲出这句话的意义 就是以色列人很常常喜欢讲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以色列人常常都说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分成 撒拉的后裔 夏甲的后裔 还有基图拉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分成 亚伯拉罕的后裔 撒拉的后裔 还有基图拉的后裔 就是说呢 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蒙应许的 即使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蒙应许的 那么即便到了撒拉的后裔 到了以色列之后 还是一样的 即使去到撒拉的后裔 以色列的后裔 都是一样 就是要从以色列生的才算 从以少生的就不算 从以色列生的才算 以数的就不算 所以这个里面 是从应许来的 从简选来的 这个就是从应许来的 从简选来的 然后再从这个点里面 再去讲到说 从以色列生的 不完全都是真的以色列人 就是从这个点来到 他讲到 从以色列生的 都不一定是后裔 然后就讲到说 这个是从神的简选来的 这个就是讲到 从神的应许来的 从神的简选来的 就是11节所说的 就是11节那里说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应要显明神 简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在乎呼召人的主 就是第11节那里说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作出来 就是亚哥还没有生下来 就是亚哥还没有生下来 人就很容易会有相反的思考 一讲到神的简选 人就很容易有一个相反的思考 说这样子的话不公平 这样就是不公平 原来我是没有被悬上的 原来我是没有被简选的 为什么他被悬上 我没有悬上 那为什么他被简选 我没有被简选呢 所以这个是不公平 所以这个是不公平 那这里就讲到一个真理 这里又讲到一个真理 第15节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就是神的简选 其实是出于他的怜悯 所以我们看见 神的简选就是出于他的怜悯 也出于他的恩待 也都出于他的恩待 而这个跟他的主权是很有关的 这个就是跟他的主权很有关系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 困扫了我几年了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几年了 就是简选恩典是跟主权有关系 简选恩典就是跟主权有关系 那公不公平呢 其实是跟审判是有关的 公不公平就跟审判有关 就是说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就是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但是被拣选的 被怜悯的 被恩待的 他们是可以脱离这个审判的 但是被拣选的 被怜悯的 他们被恩待的 就可以脱离这个审判 所以要讲公平的话 是人人都会被审判 如果按公平说 就是人人都有一死 都有审判 但是讲到怜悯的时候 有人他是可以脱离这个审判的 但是如果讲到怜悯 就是有人可以脱离这个审判的 就是说按着律法 就是按着律法 家男人都需要被灭绝的 就是按着律法来讲 就是按着律法来讲 但是因为神的拣选 神的恩典 拉何可以脱离出这个审判 就是因为怜悯 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拉合可以脱离这个审判 照着律法来讲 磨压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照着律法来讲 磨压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但是照着神的怜悯 这个路德又可以进到 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 但是按着神的怜悯 路德就可以进入耶和华的 耶稣那个家谱里面 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神的拣选 神的怜悯 神的恩待 所以这里就讲到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神的恩态 所以这不是公平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公平的问题 我以前也有这个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很困扰我呢 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困扰我呢 因为以前就 就是在办这个聚会的时候 以前在那里办聚会的时候 办很多宗教会聚会的时候 在那里办很多宗教会的聚会的时候 那他有一个就是办聚会 他会需要报名 那需要报名费 办聚会就要报名费 然后呢就 有些人他有经济的困难 有些人就会有经济的困难 那他就来说 可不可以减免啊 那就会问题问就是 可不可以减免一下 那我们就会想 那如果有人问耶稣的话 那耶稣会怎么回答呢 那我们就想 如果有人问耶稣 耶稣会怎么回答呢 耶稣一定是都可以的 耶稣一定说都可以的 所以有人来说 那免费可不可以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说可以的 所以有人来问 免费可不可以 所以我都会说可以的 可是这样的话 会给童工很大的困扰 但是这样的话 我会给童工很大的困扰 就是报名费是我们订的 但是说有人不用 付完整的报名费 也是我们订的 报名费是我们订的 但是如果有人不用付钱 又是我们订的 就是说我们好像立了规矩 又破坏了规矩 就好像我们立了规矩 又破坏规矩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按着规矩 那么人人都要付报名费的 就是按着规矩 人人都要付这个报名费 但是有一些人是可以有例外的 但是有些人却是可以例外的 这个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例子一样 这个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一样 就是拉合、路德他们是例外的 就是我们见到拉合、路德是例外的 是神规定他们必要被灭绝的 是神规定他们必须被灭绝的 也是神说他们可以例外的 也是神说他们可以例外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讲的问题是 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 你没有被拣选就没有被拣选 你没有被拣选就是没有被拣选 可是你也不要说 那是你不选我的 所以我才会这样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二十节 你这个人你是谁 竟敢向谁抢嘴呢 这里就是讲到第二十节 你这个人你是谁 竟敢向神抢嘴呢 然后就接着讲到 姚将在做器皿的问题 然后就讲到姚将做器皿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是烂泥巴 其实大家都是烂泥巴 有些人被拣选起来做一个荣耀的器皿 有些人是被拣选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有一些被拣选就做卑贱的器皿 有些人就是被拣选做一些卑贱的器皿 其实有些人从来就没有被选到 其实还有些人是从来都没有被拣选 这个是没得说的 这个是没得说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留意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里确是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神的心意 祂是不愿一人沉沦 祂乃愿意万人都得救 我们要明白 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 那愿人人悔改 所以神呢 神祂不选你呢 祂是知道你不会悔改的 神选你 神是知道你是不会悔改的 所以祂就不选你了 所以神就不选你 祂预知你对救恩的回应 祂预知你对救恩的回应 但是祂又选一些人 但是祂又选了另外一些人 祂选了你之后 祂又知道你不会抗拒祂的呼召 祂选了你 祂知道你不会抗拒祂的呼召 然后把你呼召来之后 再把荣耀加在你的身上 祂将你呼召过来之后 祂将荣耀再加在你身上 所以一方面是神选的 所以一方面是选神选的 但是一方面呢 神也知道你会跟上来的 另一方面神也知道你会跟上来 这个就是讲到人要有信心 这个就是讲到人要有信心 所以接下去祂所讲的就是 第24节 所以接下来就是24节那里讲 所以大家都是被神召的 这个就是大家都是被神所蒙召的 有些是犹太人 有些是外邦人 有些人是犹太人 有些却是外邦人 而且从旧约的经文就看到 就是神是呼召外邦人的 在旧约里面也都看到 神是呼召外邦人的 和西亚书25节 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那里25节那里 何西亚书说 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27节讲到以色列人说 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鱼数 在27节那里讲 人虽多于海沙 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鱼数 所以看起来好像神特特拣选 以色列人 看起来好像神特特拣选以色列人 但是最后你发现 得救的是只有鱼数而已 到最后我们发现得救的 只不过是鱼数 那么看起来神好像没有拣选外邦人 看起来好像神没有选选外邦人 其实只是一开始没有先选到他而已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去选选意义 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拒绝这个救恩的时候 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了 当以色列人拒绝这个救恩的时候 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所以这个就是29节所讲的 这个就是29节所讲的 所以这个就在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以色列的民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里其实就处理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1节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312节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第32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所以神拣选了 所以神拣选了 神拣选以色列人 神拣选以色列人 被选上之后呢 他不靠信心 他靠律法 被选上之后 他不是靠信心 而是靠行为 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好 那我们呢 是原本没有被选上的 我们原本是没有被选上的 可是我们可以有信心 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在第二波的时候 就被选上了 所以我们在第二波的时候 就被选上了 所以虽然是神的拣选 虽然是神的选上 但是人信心的回应是很重要的 但是人用信心去回应 也是重要的 那么 那么这个是以色列跟外邦人之间的问题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问题 但是我们 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 对外邦人来讲 我们现在被选上了 我们现在是被选上了 其实我们也有可能调入 继续调入这个陷阱里面 但是我们仍然会跌入这个陷阱里面 就是 我们一开始是 在外邦人里面被选上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被选上 在外邦人里面 在外邦人里面我们被选上 但是选上之后呢 我们继续靠着律法来求 但是我们被选上之后 我们又靠着律法继续来求 我们用一个比较小的群体来看 我们用一个小的群体来看 比如说为什么有人会成为611的同工团队呢 比如说 为什么会有人成为611的同工团队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跟拣选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其实这个真的跟选选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被选上之后呢 但是被选上之后呢 那么又要靠行为称义哦 又要靠行为称义哦 就是说非常努力地服侍 就是非常努力去服侍 然后服侍到整个人都耗尽了 就是服侍到整个人都耗尽了 然后呢就看到别人好像没有那么认真的服侍 就产生很多的苦毒哦 又看到很多有其他人呢 不是那么用心去服侍 但却是呢 就成为他自己里面的苦毒 然后甚至产生对权柄的论断等等 然后就成为对权柄的论断等等 那这里不是在讲说 不应该努力 不是的 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 不是的 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说 我们靠行为要称义 这里我们是说我们靠行为称义 所以有些人呢 他被选上之后 所以我们说有些人被选上之后 他靠的是行为 就是他靠的是行为 他又掉入到另外一个律法的现经里面 他就跌落了另外一个陷阱里面 我再换另外一个例子来做 我再换另一个例子来再讲 譬如说我们做学生 比如我们做学生 学生不是要好好读书吗 学生应该好好读书 那我们在家里 我们是孩子我们也是学生 在家里我们是孩子也是学生 那爸妈想不想我们好好认真读书呢 爸爸妈妈是不是要我们好好认真读书呢 想的 当然想的 每个父母都是这样想的 每个父母都是这样想的 好 想到一个程度甚至变成怪兽家长 想到一个程度可能会变成怪兽家长 那 可是对孩子来讲 但是对孩子来讲 其实他读书是 是恩典喔 其实他读书是恩典喔 就是说父母已经给他学费去读了 就是说父母已经给他学费去读书 甚至政府也要求呢 有这个 每个国民要受基本的教育 甚至乎政府都说每个国民要有这个基本的教育 比如说都要读到中学好了 比如说都要读到中学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 这个是 简选 这个就是简选 就是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 那么你有这个权利 你可以读到中学 就是作为国家的国民 你有这样的权利去读到中学 好 你在另外一个国家 比如说中东的国家 你可能可以读到大学 一路读上去 包括生孩子 政府都给你钱喔 如果像一只中东的国家 可能我们一路读一路读 读到中学 大学 甚至乎你生孩子都不用钱 这个是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简选 这个是简选 好 我们现在换到这个学生的角度了 好 我们现在换到学生的角度了 好 我的爸妈很想我书读好 我爸爸妈妈很想我读好书 那我就昼夜读喔 我就不停读了 然后这个 似乎我书读得好 我爸妈才爱我 似乎我读得好 我爸爸妈妈才爱我 就会变成靠着行为来称义喔 那就会变成是靠行为去称义 就是我读好书呢 这个我 就是我才有资格被爱喔 就是我读好书 我才有资格被爱 甚至我开始去嘲笑那些 不爱读书的兄弟姐妹喔 甚至乎我开始去嘲笑那些 不喜欢读书的兄弟姐妹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他是靠着律法在称义的 这个就是很典型 靠着律法去称义 靠着好成绩称义的 靠着好成绩去称义 但是其实对爸妈来讲 他不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讲 不是这样的 我生你 我养你 我生你 我养你 我想要跟你有好的关系 我想跟你有好的关系 书呢就认真读就可以了 书认真读就可以了 读多少算多少 读多少算多少 重要的是跟你有好的互动 重要的是我要跟你有好的互动 跟你一起享受关系 跟你一起享受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就是信心 这个关系就是信心 信心是因为 信是因为有神的话下来 亚伯拉罕被神呼召 阿伯拉罕被神呼召 因为神跟他讲话 因为神跟他讲话 然后他就回应神 对不对 然后他就回应神 对不对 那么他就有个互动 他就有个互动 然后神就跟他说 你要献上 你要为我终横走遍全地 神就跟他说 你要为我走遍全地 他又听到了神的话 他又听到神的话 他又跟神互动 他又跟神互动 这个就是关系 每一次的信心 都是一个关系 每一个信心 都是一个关系 其实就是神跟你讲话 你有回应 就是每一次神跟你讲话 你有回应 神创造我们 是因为要跟我们互动 神创造我们 是要我们跟他有互动 只是我们把这种互动 叫做信心 只不过我们 将这种行为 讲作信心 父母生了我们 是要跟我们有关系 父母生了我们 是跟我们有关系 然后如果可以把书读好 将来你自己是比较 可能日子过得比较好一些 如果将书读好 将来我们有些好的日子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日子 可能会有些好的日子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那个是其次的 这个是其次 重点是父母要跟孩子 有关系有互动 其次是父母要跟孩子 有关系有互动 就是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孩子不要变成说 我要靠好成绩 来讨神的喜悦 变成如果小朋友说 我要靠好成绩 才可以跟父母有好关系 那这个就走偏了 这个就是走偏了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说神有拣选 人要有信心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 神有拣选 人有信心 神是因为 祂知道你会回应祂 所以祂选你 神是因为知道你会回应 所以祂拣选你 祂要跟你有关系 祂要跟你有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 用信心来跟神互动 所以我们要继续用信心 跟神互动 我们很容易走偏了 我们很容易走偏了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很容易因为课业方式走偏了 我们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的 当然主管他也要负责业绩 他也期待你的业绩是做得好的 主管要负责业绩 也都期待你的业绩做得好 但是主管他就是主管 主管就是主管 他可以存活去表示 他能够承载这个业绩的量 他成为主管就是说 他能够去承担这个业绩的量 那所以呢 他要的 其实还知道跟你有好的关系 其实他要的就是跟你有一个好的关系 好的互动 好的互动 但是我们想要在职场里面 靠业绩来称义 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职场里面 想靠这个业绩来称义 我们觉得我只要把工作做好 老板你不要来烦我 那就对了 我们就是想 我们做好我们那份 老板你不要来烦我 那就好了 我们进到同工团队还是一样 我们进到同工团队都是一样 从一开始这都是一个简选 从一开始这个都是简选 我们被简选之后 我们很认真的服事 享受服事的快乐这个很好 我们被简选之后 我们就享受服事的快乐就好了 但是我们做到蛮有苦读 但是我们做到很多的苦读 然后做到去论断其他的同工 做到要去论断其他的同工 这样的话呢 就会慢慢地走出这个简选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是被简选的 他是被简选 但是他靠着行为求 但是他却是靠着行为求 他就走偏了 他就走偏了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神有简选 神有简选 人要信心 人有信心 人有信心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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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们的盼望就在你的里面 主要是我们的盼望就在你的里面 主要是我们的盼望就在你的里面 我们再美你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里面 主要是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 就在我里面流走 我身高在我里面神 你身上以前更有能力 我不是这世界 我靠去耶稣地步 我学到在我里面有 我学有流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这里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全约 就在耶稣基督里 你又住在我里面 活着我学到在我里面 一世上一切 圆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靠去耶稣地步 我学到在我里面有 我学有流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我学着我勇敢站立 我住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战胜手里 我住在我里面有 我住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战胜手里 我住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战胜手里 我身高在我里面 你别是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护術着世界 我高举耶稣的力 我身高在我里面 有我身拥有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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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扶在你身杰呼召 分辨自己我知你心意 我知情你很清楚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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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 所造我 有我 充满我 生生生命在老江手中 找我 去找我 离我 在你身旁 生生生命在老江手中 生生生命在老江手中 生生生命 生生生命在老江手中 主要今天早晨我们来赞美你 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你 来回应你 对我们的拣选 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家中 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来颂赞这一位 拣选我们的主 他把各样的好处都赐给我们 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他 主啊 我要来赞美你 因为你有主权 主啊 我要来遵从 尊荣你的主权 不再跟你抢追 主啊 是的 主 你的选招没有后悔 主啊 而且你有你自己的主权 主啊 你是按着你自己的心意 按着你自己美好的属性 主啊 多少时候 主啊 我们一说主 你有主权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觉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主啊 我们里面有许许多 都觉得负面的 我们里面有许许多的觉得无奈的 但是主啊 今天早晨我要来赞美你 是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主啊 因为你是以仁慈来恩待人的 你是以怜悯来恩待人的 你是以信实来恩待人的 主啊 你是丰盛的主 主 你使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 主啊 我们赞美你的拣选 我们感谢你的拣选 主啊 我们也用信心来回应你的拣选 主啊 我们赞美你 称颂你 线上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可能我们会觉得 哎呀 主啊 我真的信心软弱 很多时候呢 我都是用行为导向 但今天呢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 跟神讲 告诉神听 主啊 我的信心不足 求祢赐下信心在我的生命里面 主啊 我用行为导向 但是主 可能我做的有些偏差 但我的心是向着祢的 我的心是很想与祢连结 我的心是很想呢 让祢和我的关系更深更贴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到开声 向主祷告 承认告诉你 主 我信心不足 但是主啊 祢看见 祢爱我 祢愿意囂观赐下祢的信心 让我能够与祢更多的互动 让我和祢的关系更加的真实 好吗 我们三声的耶稣 因为我们要呼求耶稣 我们要告诉耶稣听 耶稣 你是自信心那位 你是信心创始成终那位 所以我们就要呼求耶稣 耶稣 求祢置下信心给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与祢互动 让我们与祢的关系有突破 让我们与祢有一个真实跟贴的关系 三声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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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人才警觉 让我们了解 祢爱你 希望你力赐 感觉 帮我们 惯laf 祢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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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我们的心情 继续的口供 继续的呼求 不要停止 让口供呼求 直达到耶稣的意那里 我们继续的呼求 不要停止 不要那么快停止 我们呼求主 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信心 主要我们软弱 但我们知道你是好神 我们知道你是好神 你会创始成 让我们的信心 能够与你接近 与你接近的耶稣 让我们的呼求 耶稣 release your faith Lord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release it Lord 让我们的呼求 祝给每一个呼求 你的耶稣 让你的信心 对你的信心 问你 祝给每一个呼求 你的弟兄姐妹 让着你听到的 他们的呼求 呼求 我呼求 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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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求 主要是的引导 我们跟你建立关系 主要在一个真关系当中 信心就越发加增 如果我们更认识你 越发认识你 真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还在最终 你就为我们死 你就用你的命来换我们的命 我们还需要额外 在努力什么呢 我们还要用自己的行为 来证明什么 主要完全不需要 主要盟力拣选的人 完全可以放松 完全可以得自由 因为在我们不像样 不堪的时候 还在宁令中的时候 主要还在为奴的时候 你就爱我们选招 主要让我们越发的认识你 父要让我们越发的认识你 明白你的计划 主要我为自己 为弟兄姊妹向你祷告说 让我们喜欢向你祷告 祷告不是苦功 祷告不是艰难的 主要祷告不是积功德 祷告也不是换取任何你的怜悯 主要祷告就是来认识你 来经历你 来体贴你 主要帮助我们 让祷告 让你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生命的甘甜 主要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 渴望读你的话语 但是读不通读不懂 主甚至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主要这是我们跟你的隔阂 主圣灵你帮助我们隔阂脱离 隔阂脱离 主要在圣灵你的教官跟引导下 你帮助我们读懂神的话语 读懂神的话语 主要特别过去我们历史历代的祖先 我们拜偶像我们行邪术 主啊一层一层的蒙蔽在我们的眼中 今天我们都向祢呼求说 我们不要这些的蒙蔽 我们要祢 我们要祢 主啊我们跟祢的关系 不被这一层沙来蒙蔽 主 不被这一层东西来阻挡 主 主啊脱落 尽都脱落 圣灵你帮助我们 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主 我们要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 明白我们的主 以至于我们要读懂祢的话语 主我们不是为了任何神学的头衔 我们也不是为了要学方毕业 我们不是要任何任何的高研大志 父啊我们就是要认识祢 耶稣我们就是要认识祢 圣灵我们就是要真知道 祢是一个何等可爱的主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来认识祢 祢帮助我们读懂祢的话语 祢我格外为罗马书来到祢面前祷告 让我们读懂罗马书 让我们读懂罗马书 祢你让保罗有这样的经历 有这样的看见 让我们后代也看见 祢是写给我们的 祢是写给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位选招我们的主 祢我们就向祢呼求祷告 读祢的话 我们乐意来到祢面前祷告 祢要更深地认识祢 祢我们赞美祢 祢我们是熟祢的 祢我们是熟祢的 神祢看重我们与祢的关系 祢今天我们每一个都安静在祢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默想神祢给我们作异类的名分 神这个是因为怜悯 我们被损伤是因为怜悯 祢怜悯我们每一个 祢恩代我们每一个 我们没有人是配得的 我们没有人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配得的 一切都是恩典 在这一刻我们安静 我们再一次默想 神怎样去怜悯我们 恩代我们 将疑虑的名分去赏赐给我们 我们要看见 神将这个最大最美好的祝福赏赐给我们 是真实的 是扎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不是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会被拿走的 在这一刻你跟神说话 你向神说 你告诉神 父啊我多谢你 耶稣我多谢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你要的是关系 你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关系 你要的是懂得回应你的人 我们都很软弱 过往我们都 很想用行为清义 我们过往都很多行为导向 但是今天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说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只是说 神我爱你 神我爱你 因为你念问我 因为你恩代我 你不看我的罪 你捨面我的罪 你让我们有一个神的关系 我们从罪人的里面 竟然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 这个是关系 这个是关系 神你要跟我们互动 神今天我们每一个 安静在你面前 我们再一次更深地领受这份祝福 这个关系 我们要跟你进入一个甜蜜 甜蜜的互动 信心的回应 信心的回应 我先神静谈 无论早遇何雪 你仍想你歌唱 在护着我支出 我要先神静谈 神我们用最深乱 最真实的敬拜献给你 亦然仰慎 有我们的心意发出 有我们的心意发出 对你的敬拜 对你的赞美 对你的感恩 同志 我要先神静谈 我要先神静谈 无论早遇何时 依然要神静谈 在护着我支出 我要先神静谈 一轮到遇何时 依然要神静谈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线上敬拜 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线上敬拜 在我之处 我要线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我家我之处 我要线上敬拜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圣我们要歌唱你 我们要敬拜你 我们要赞美你 主要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蒙爱的 我们是蒙恩代的 神有挑选 人要信心 神我们要用信心去回应你 圣我们要用信心去和你互动 主要在疫情的里面 终于有很多艰难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扬声来去祷告 为到现在你面对的困境 在疫情的里面 你遇到什么的困难 你是否很担心 你是否很惧怕 可能你是在隔离中的 甚至乎你的家人可能是染病的 你开声 你开声去和神说 神 我要在你的里面 我相信 我要知取从你而来的力量 我们要信靠你 神 我们相信你 你将你的艰难去和神说 你也举手为香港祷告 为受灾的 在疫情的里面 被困的 在经济的里面有艰难的 你开声去为他们呼求 你为自己求 也都为到你周围所爱的人求 亦都为了香港祈求 跟我们一起睡觉 我们要你歧容 对我们为我们带来的 我 saat first take you walk owa audience 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我们的 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我们的 我们在土糠! 不让我们举欠我们的手 我们的围度就是逢人 dome 在逢人下面 我们为到每一个在疫情里面 可能是被隔离的 甚至染病的 我们宣告神你的保护在当中 神你是医治的神 你是耶和华拉法 你的医治必然临到 将我们用信心去领受 我们用信心去宣告 你医治的神的大能 你是医治的神 你的大能在这一刻就要进入到 每一个患病的弟兄姊妹的里面 可能你的身体是有不适的 但是你很恐惧 很恐惧自己就是染到这个COVID-19 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命宣告 一切的惧怕都要离开 一切的疾病都要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 要退到耶稣基督的脚前 我有奉耶稣基督的命去宣告 我们在经济的困难里面 可能见到我们自己的公司 已经不断有同事要去 无薪停职 甚至可能是被离开 但奉耶稣基督的命宣告 我们每一个在神你自己的药里面 在神你的保守里面 我们的经济是得蒙保守的 我们的工作是得蒙保护的 神你亲自的你帮助 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子民 我们被揀选 我们有信心 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特别有恩宠的 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信心去信靠你 我们相信你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能够真的定睁仰望你 主啊真是不容易 但是当我们呼求你 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们 定睁仰望你 不要定睁在那些困境里面 不要定睁在疫情上面 我们要定睁在拯救我们这位主的身上 定睁在你的作为的身上 定睁在你的大能的身上 定睁在你的怜悯的身上 所以耶稣我呼求你 呼求你每一个线上的弟兄姊妹 你让他们每一个都能够定睁仰望你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主啊恩着他们定睁仰望你 他们的心得安慰 他们的心就能够安稳下来 主不再被恐惧去拿住他们 所以耶稣我求你 当他们一呼求你的时候 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定睁仰望你 你的同在就大大窍盖下来 你的同在就大大窍盖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能够真是呢 全然的定睁仰望你 使得一切的恐惧都离开他们 使得信心可以从他们的心里面起来 以至到接着他们的祷告是满有能力的主 主啊我多谢你 因为你是创始成终那一位 当我们定睁仰望你的时候 一切的困难不再是困难 一切的恐惧都要离开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哪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至高无上那位神 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万君耶和华 主多谢你 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哪一个 我们献上无限的感恩的主 多谢你啊主 多谢你 在乎找我之处 我要献上祭拜 在乎找我之处 我要献上祭拜 我们早于何时 依然仰山歌唱 我们早于何时 我奉耶稣赐给你 因为神把话语赐给你 神把荣耀赐给你 把各样丰盛的应许都赐给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你与神有亲密美好的关系 我奉主的名宣告 神要将各样的神迹赏赐给你 当你呼求祂的名 神迹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临到你的家庭里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每一个弟兄姊妹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出也平安 入也平安 各样的灾害 不能够爱尽你 和你一切属你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大大的祝福你 Amen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祝福大家 今天的尘导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